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神迪叔 頭上頂著六角恐龍的那個Youtuber 今天兼我一個人 嘿 每當中一個人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今天要來拍一些怪怪特別的東西 大家還記得在若干年前 我說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大概是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曾經玩過一個系列 我曾經創造過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呢 叫做阿神到你家 大家還記得嗎 在這個系列裡面呢 我會到各種各式各樣的Youtuber的家裡面 伺服器裡面啦 伺服器裡面啦 我們曾經還在伺服器裡面遇到了 我們的巧克力 對 我們的巧克力咧 就是在我在玩阿神到你家系列的時候認識的 那在這個系列裡面咧 我會到各種各式各樣的Youtuber的家裡面嘛 對不對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們到的是誰的伺服器 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系列了喔 這個是好像新進來的Bob 為什麼會說是Bob咧 噔噔 你好你好 因為呢 我們今天到的不是別人 正是 正是阿神我的伺服器 沒錯 欸 我開了一個全新全新的伺服器 這是一個RPG類型的伺服器喔 那 在這個伺服器裡面呢 你可以跟Bob們一起打瓜 可以一起做好多好多好多 很酷很酷很酷的事情 那 今天呢 今天呢 你該怎麼加入這個伺服器呢 讓我打一下小小的廣告喔 我們的頻道會員啊 已經正式開起來 其實好久好久了 大概有 大概有兩年了吧 兩年還是三年了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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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但是 但是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把我的頻道會員的Bob們 照顧得福福貼貼 福福貼貼 照顧得好好的 所以呢 我這次勒 花了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終於把我的小小的福利通通都給建立好了 來 上圖 嘿 沒錯 只要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一個月大概是一杯手搖飲料的奶茶的前前 你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專屬的DC會員群 在DC裡面呢 我還有我的女朋友EJ 我們晚上的時候會一起追劇 歡迎大家一起來陪我們看電影 然後 我們還會有一個專屬伺服器 你可以跟好多好多好多Bob們一起玩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可以收看到我每一次 每一次的直播紀錄 嘿 對 如果你沒有追到直播的話 再也不用怕 你看不到 看不到我的直播紀錄了 通通都公開了 然後 最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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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我每個月呢 都會抽出一個Bob 送出 送出我的親筆簽名 不管你住在哪個國家 不管你住在哪裡 我呢 都一定會把東西寄到你家 會抽出什麼東東呢 像我們四月的時候就會抽出一張卡比的遊戲片 嘿 一千多塊錢 加入會員夾75塊 而且 而且 最棒最棒的是 上面還會有我的簽名 好 廢話說了這麼多 廢話說了這麼多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我們這個伺服器到底在玩些什麼東東對不對 我自己偷偷玩了一下一下啦 不過 等等呢 我們通通洗掉 然後 一起來看看這個伺服器 到底在玩些什麼東東 紙地圖有許多告示牌 是可以按郵件處罰的 有玩的時候請多加利用喔 好 那 我們準備好的話就準備GOGO囉 那 差點忘記一個重要的東東 要是大家今天如果有點大大的喜歡的話 別忘了給他留下一個 大大的喜歡 讓我知道 那 準備好就準備GOGO囉 來囉 3 2 1 ready GOGO 進來這個地方可以選職業 那 這個遊戲裡面的職業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六個 不一樣的職業 然後 然後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看 我們要選什麼職業 第一個職業是刺客 這個伺服器裡面的人咧 有35個人選的是刺客 然後呢 然後呢 第二個職業是鬥士 只有11個人 我呢 我呢 在測試的時候就是玩鬥士啦 怎麼怎麼怎麼 人那麼少啊 坦克人更少耶 坦克的人只有9個人 然後 第四個職業是 遊俠 遊俠有20個人 然後 遊俠好像不是拿弓箭射的 這遊戲好像沒有弓箭 如果你想用射的話 你好像要選重炮 重炮也只有8個人 最多 最多人選的咧 是法師 法師有40個 這個是一個充滿魔法的世界 那我們今天要來選哪個呢 我們來選個 來選個人最少玩的好了好不好 來選個重炮如何啊 不要這樣子為難自己啦 我們還是選 我們還是選鬥士好了好不好 鬥士玩的人也不多啊 對不對 玩的人 好像是倒數第三多耶 其實 說是倒數第三多但也很少耶 但也很少 倒數第四多 算是冷門的 冷門的職業 好 就決定選鬥士了 準備囉 3 2 1 Ready GO GO 我轉身成鬥士了 OK OK 我們好像來到了 新手村 來到了新手村 這邊可以看到 好多好多好多 爸爸在這裡喔 伺服器 沒有意外的話 會是24小時開啟的 所以大家不管 你在哪個時間段 你都可以玩到我們的伺服器 好 他說我現在要幹嘛 到廖少廷找到約德薩兵 與他對話 廖少廷好像是這個 所以這個應該是我們的 騎尺島是我們的NPC是不是 菜鳥你好 你叫...喔 不是菜鳥你好啦 你好 請問你是約德薩嗎 嗯我是啊 怎麼回事 我是剛轉身到這裡的鬥士 希望你可以引導我前進的方向 喔 是新白德啊 你好你好 我看在你身上好像沒有什麼上樣的裝備 呵呵 我有個很酷的披風啊 這樣子吧 你先下山去鐵匠鋪找南輝弄點裝備 然後買點吃的再回來找我 好 那走 我們下山去找南輝 這裡看起來像是新手村欸 看起來像是新手村 好像線上遊戲喔 到處都是BUB欸 嘿嘿 任務廣場右側門 所以這裡是任務廣場的樣子 好 我該如何下山啊 六條路欸 嗯 左邊是道 廖少廷還有新手小屋跟旅館 然後這邊是任務廣場 我們走走看這條路好了 走走看這條路 這個世界感覺好大喔 感覺起來就是要大家一起組隊才有辦法推王的那種 那種遊戲 好的好的 我們走來這裡是哪裡 左邊是酒吧 OK 這個是酒吧 然後旁邊這個地方是 右邊網調少廷 那正下方這裡是山下 鐵匠鋪 我們要走這裡 喔這是那種新手的 這有點像是王城欸 你看有人在往上走 有人在往下走 而且大家的職業都不一樣欸 前面這個傢伙是個法師 法師是爛大街的職業是不是喔 這個伺服器裡面大概一百多個人 然後三十幾個人 三十幾個人選法師 太多了啦 太多了啦 呵呵呵 走我們往樓下走去找 喔這個地方真的好大喔 上面跟上面 差好遠喔 喔 是來到的地底了是不是啊 嗯 鐵匠鋪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邊跑邊跳好了 哇我沒有食物欸 我這樣子會不會走著走著走著就餓死了啊 左手邊這個地方是前往銀行還有 鐵匠鋪 對我們要到的地方是鐵匠鋪 我找到南輝了 你好你好 你好 請問你是南輝嗎 是啊要買裝備嗎 我這裡剛好有幾個心境的好東西要不要看看 不用了 是約德莎叫我來找你的 蛤 又是約德莎 怎麼每次有新人就丟給我啊 算了 先給你這本書吧 你稍微看一下下 然後不要說我不照顧新人 就送給你一些禮物吧 不錯吧 嗯 然後去跑 喔他給我苦苦欸 總共有多少錢啊 三百 三百二十塊錢 女人 喔不對 二十塊再乘以十 這邊是兩百塊 這邊是五百塊 總共五百塊錢 然後到旁邊找到自己幾夜的裝備商人去買裝備 如果身上的錢不夠就去銀行裡面淋一些錢出來 好 那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商人 這個是刺客 喔這邊真的是 真的好像線上遊戲喔 這個是鬥士 我是鬥士對不對 對 有想 喔這邊還有欸 回復商藥 喔回復的藥人 我會被唸中文啊 回復藥商人 回復的藥人 雜貨商人 他有賣哪些東西 他有賣 箭矢金球 回程金球 經驗加倍券 欸真的好像線上遊戲喔 功勳可以換一些很酷的東西欸 然後這邊還有二樓欸 好 我們 我們先去找我們的職業商人好了 我們的職業商人是鬥士對不對 我可以買一把新手劍 是不是 通通都要買啊 好像通通都要買欸 好 買一把新手劍 然後還有新手頭盔 上面有寫說 可以增加我的攻擊力 還有哪些東西欸 那 裝備都給他買一套好了 裝備都給他買一套 有了 然後把我的裝備穿起來 我剩下 320塊錢 好少喔 剩下320塊錢 難怪 我已經穿好裝備了 嗯 接下來來教你如何升級裝備吧 這有點像是新手 新手九血欸 你還記得我剛剛給你的那本書嗎 喔對我都沒 我都沒在看欸 嗯 這張地圖的作者群 差點忘了告訴大家 叫做酷酷喔 好像是叫做酷酷喔吧 還是那個是0啊 酷酷0 那是他們做出了一張地圖叫做 魔族 魔族入侵2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呢 也會把這張地圖的連結 放在今天影片的正下方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加入會員的話 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玩 但如果你想跟好多好多寶寶一起玩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的伺服器 好的 那這本書裡面 有我要看的東東嗎 裡面應該是可以找到顯示你擁有升級素材的地方 看看你現在升級素材的數量 再看看你的銀行存款 要合成的素材似乎不夠了 第一次合成我會先提供給你素材還有金錢 最後就得靠你自己去討伐魔族賺錢 升級裝備了 欸真的好RPG喔 得到一些Coco 我沒有看到Coco還是是在銀行啊 我可以 檢查銀行存款 喔我有1,020塊錢 很多捏 很多捏 那我可以看到我有什麼素材嗎 我這邊素材有10個普通 喔他的UI界面好酷喔 我有10個普通的升級粉末 那我現在要幹嘛 嗯 我去合成台上面放東西 點告示牌就可以合成了 欸我還沒有我還沒有學會 是這裡是不是啊 啟動合成 那 我們來升級我的武器好了 他的攻擊速度是2 然後攻擊力是加2 那 升級 合成成功 喔加8欸 欸直接 2468 8倍化 8倍化 那我總共消耗多少素材啊 我的素 喔普通的升級粉末通通用光了 通通通通用沒了 你可以回去找約德薩了 好的 所以我要在上樓是不是 這裡是往哪裡走啊 大家都走這個地方 離開 廖廖廖廖北城 所以這邊是離開 我們這邊是廖廖廖廖城的樣子喔 那 旁邊這看起來像是銀行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給我一種很銀行的感覺 控制室 感覺起來 這邊有傳送門欸 我們去 我們去走走看傳送門好了 搞不好可以直接傳送上去 過去那裡看看 我現在肚子好餓喔 柔肯 這個字不念 啃這個什麼字啊 欸 靠近一點點他不想跟我講話 嗯 試電塔 總覺得我好像不應該來這個地方 肚子快要餓扁了 能不能夠找到 找到地方有賣食物啊 欸 對了 不知道鐵帳簿有沒有賣食物欸 走我們去鐵帳簿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賣食物好了 這個家伙去回復藥商人 雜貨商人有沒有賣食物啊 欸真的很雜貨欸 這個家伙是功勳的 喔我覺得我們 如果要買食物的話 可能要去別的地方 新手快要餓死吧 嗯 有沒有什麼地方看起來像是賣食物的 酒館 酒館感覺起來像是會賣食物的 新手小屋感覺也會像是賣食物的地方 走我們去找找哪裡有酒館 還有哪裡有新手小屋好了 我已經快跑不動了各位 嗯 新手小屋右轉 還有任務廣場右轉 好怎麼會是右轉啊 還是傳送門嗎 這裡是新手小屋還有旅館跟廖少爺 喔這裡是製作人員的地方 走我們到新手小屋就 喔走不動了 我在最後在最後一秒 來到了一個我念不出名字的地方 呃叫做攀翔是不是 這樣子不好說話靠近一點點吧 我已經夠靠近了吧 嗯這邊是前往控制 還有旅館欸 還有旅館欸 買點東西吧 他在真的很靠近才行買東西喔 你好啊 還是買東西的地方在別的地方啊 我看看喔 點擊我 喔 這個是BOB的房間啦 這個是BOB的房間啦 好酷喔 你可以擁有自己的房間喔 哇 我要 海角海角別墅 這裡是 新手小屋往上走 好 我們到樓上去 這感覺起來像是另外一個可以下來的路欸 嗯 新手小屋到了到了 最好給我一些新手用的東西喔 給我一個 就是吃飽飽大禮包好不好 你好啊 熟食商人 終於有食物了 一百塊錢可以換一個烤 喔好貴喔 先來換兩個 烤豬肉好了好不好 就兩個烤豬肉 我能不能夠把一百塊換成那個啊 好像不行欸 好像不行欸 我可能要到銀行換錢 這個世界真的是很麻煩欸 對 我沒有辦法換 他只能夠 我要到銀行才能換錢啊 我們換一個烤 醋肉好了 好不好換一個 這是要多少一百塊不是嗎 啊不行換喔 欸 啊不是給你一百塊了 怎麼不能夠烤豬肉 我要這個啊 啊這 一百塊這不是 這不是錢喔 哈 欸 小不吉我啊 小不吉我啊 喔 點擊我領錢 我可以直接從銀行領錢欸 欸很方便欸 很方便欸 OKOK 好 先換五塊在身上 還是十塊啊 欸 這才一百塊而已 其實不貴 其實不貴 喔 幸好這邊有ATM 幸好這裡有ATM 我們要不要到樓上去看看啊 前往轉職 喔他還可以轉職喔 這裡是生肉小 喔 所以我可以買生肉 會比較便宜 便宜很多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烤他 可能烤他還是需要 還是需要花其他的口口 又或者是 在哪裡我可以自己烤 這感覺起來像是重要的NPC 我們可能暫時沒有辦法跟他講話 好走 我們現在又可以跑又可以跳 我們繼續往上走好了 喔 這是另外一個上來的路啦 我們剛剛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 慢慢走下去的路 然後這邊可以走上來 是誰在跟著我 好恐怖啊 走 我們到樓上去 我們到樓上去 欸咻 上來了 這裡是走下 新手區 我們又回來了 找到了約德薩 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嗯 約德薩我回來了 你回來啦 是不是覺得錢不夠 對 我就告訴你一個賺錢的方法吧 在各個城鎮都會有每日任務可以 真的好像線上遊戲喔 在缺錢的時候 每日任務是一個很重要的金錢來源 所以如果Bob們在玩這個伺服器的話 要記得去接每日任務 在這個少量亭的樓上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每日任務可以讓你小事伸手 就看看你要不要試試看 和委託人對話之後 會出現接受還有拒絕的選擇 按下T之後點擊 就可以接任務了 好 先去接一次任務看看好 這裡可以到樓上去 他在排隊等我耶 好可愛喔 這邊有人耶 每日任務 史萊姆研究專家 你好啊 我是專門研究史萊姆的學者 OK 最近這個廖少廷附近出現了 許多像是史萊姆的生物 然後呢 不能夠離他太遠啦 不然對話會重擊 讓我一個人手無寸鐵 無法制服他們 可以幫我 補列一些讓我研究研究嗎 接受 我接任務了 擊倒10隻史萊姆 他的屎沒有 他是打錯字是不是啊 我終於可以拿我的5隻了 我看到史萊姆了 那裡那裡那裡 要10隻是不是 好 10隻史萊姆 那邊有一隻 我不是史萊姆 狗之一 2隻 3隻 這是新手任務欸 4隻 5隻 6隻 7隻 8隻 9隻 任務結束 應該結束了吧 喔 他還有經驗值 還有金錢欸 喔喔喔 我要看我的銀行的存款 我現在應該超付吧 我看看我有800塊 我剛剛花了一些錢啦 各位 我花了一些錢啦 賞金是怎麼回事啊 兩塊錢喔 所以我這樣錢有變多嗎 確認一下下好了 銀行存款 808 這 這樣打到 這樣打到 打到何年何月 我才會有錢錢啊 好 我去回報一下下好的 我已經達到了 10隻史萊姆 你今天已經完成這個任務 喔 我已經完成了喔 那我完成之後 我就可以去找 約德薩了是不是 對 約德薩我回來了 看來你已經學會 剪每隻任務了 每隻任務可以算是 你們主要的金錢來源 各個城鎮都有 許多的每一隻任務 既然他們叫做每一隻任務 代表 任務每天都會重置一次 重置的時間是每天的凌晨0點 在每個城鎮的報告欄 都會顯示目前的時間 嗯 在少料北城的報告欄 在銀行的前面 你先去找凱恩斯吧 他是曾經的聖戰士 好 要記得位置 不然我會找不到路 少料北城的報告欄 在銀行的前面 好 他會告訴你更多的事情 好 我們要不要先去接個任務啊 這裡好像可以接任務 欸 好好玩喔 欸 我的頭盔 我的可愛的六角恐龍 欸大家幫這隻六角恐龍取個名字好了好不好 這麼高級 來 我們任務廣場右門 所以這裡應該就是接任務的地方吧 對不對 看起來像是接 喔 很多MPC欸 很多MPC欸 他是 潛入洞窟 聽起來很酷欸 你好啊 我們家最近缺一些食材 我們知道這些食材在洞窟裡面可以挖到 但是洞窟裡面有許多守衛者在哪裡 我根本不敢進去 不敢去取得材料 你願意幫我們清除一些守衛者 讓我們可以潛入洞窟嗎 接受 好 擊倒15個洞窟守衛者 然後你是消滅拉夫 拉夫是誰啊 接任務嗎 為什麼有 思闖民宅 誰思闖民宅 在某個洞窟內有強大的魔物 許多戰士都 喔這感覺需要組隊欸 因此我們對他做出了懸賞 希望有強大的 有沒有寶貝要跟我組隊啊 你願意接受這個懸賞嗎 願意啊 現在 三隻喔 三隻這麼多喔 這怎麼又是收集食材啊 OK 喔 那邊是打怪 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是真的是要收集食材 好這個也集起來 什麼任務都接 什麼任務都接 收集礦物1 怎麼那麼多人在思闖民宅啊 違法飛行是怎樣啊 最近的煤炭也越來越少了 可以幫我收集點煤炭嗎 只要把煤炭放在手上 就是清點數量 好 40個煤炭 我先把任務全部都 都給接一接好了 這個傢伙應該是 我們要給他鐵定 接任務 欸很酷欸 20個 那你要什麼東東 高階武器 鑽石 在礦場裡面很不安全 鑽石的話 好 他要10顆喔 那我任務是不是都接得差不多 好像都接得差不多多了對不對 好像就這幾隻 那 任務接好了之後 接著 喔有人進到百成塔裡面欸 剛剛我不敢進去的地方 好 接著呢 我就要到 銀行前面的 銀行前面的那個傢伙 我現在有15啦 我可以跑 阿神跑啊 我是不是在很久之前 就看到他站在這個地方掛網 嘿嘿嘿嘿 怎麼一直掛在這個地方啊 為什麼大家都在飛啊 欸這個傢伙飛了 飛了兩次來 嘿嘿嘿 嘿三次 嘿嘿 是有人開外掛是不是 開外掛我要奔掉了喔 開外掛我要奔掉了喔 嘿嘿嘿 欸他會提醒我欸 好我在我在觀察一下下這個傢伙好了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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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拍完之後 我再來觀察一下下這個傢伙 欸 搞不好我可以 我可以拍一集 阿神阿神來抓抓看 有沒有有沒有外掛在我的伺服器裡面 然後我變成那個 隱形的隱形的狀態 然後來看看他 來檢查他 呵呵呵 然後來搞他 好我們好像是需要到銀行 銀行是走這個地方 走 我們走這個地方過來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銀行嗎 看起來有點空欸 這好像那個喔 耶穌的那個喔 耶穌的柱子 誰把這個書留在地上啊 不見怎麼辦啊 不見的話不就看不到自己的銀行的存款了嗎 這好像是銀行的樣子 喔 這裡可以看到你有接什麼任務啦 查看任務 阿我不是在這裡了嗎 所以我要找的NPC在哪裡 喔 正前方 是那個傢伙吧 凱恩斯 這裡是銀行對吧 看起來挺像銀行 你是凱恩斯嗎 他叫做發金 所以凱恩斯人在 喔 這裡可以存錢欸 存入100塊 存入1000塊 這是出來的地方 我出來這裡幹嘛啊 可以爬到樹上去欸 這裡有跑酷欸各位 我找到隱藏的區域了 有沒有什麼隱藏的超神 超神神器 藏在這個細節的某一個角落 會到煙囪裡 不行 好 我 站在上面 他說到哪裡去找凱恩斯啊 到 新手木屋的二樓 這太遠了吧 不是說告示牌前面嗎 好啦完蛋了 跑酷 不要受傷我的血 阿 讓我 噴的一聲 傳送到那個地方 好像是在這裡的二樓 對啦 他真的看起來很老練欸 他真的看起來很老練欸 請問你是凱恩斯先生嗎 講話 凱恩斯先生 阿 呃那個 喔原來他喝醉了 約德薩先生 要我來請教你接下來要去的方向 約德薩 又是約德薩 約德薩 要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吧 難道你是小狗轉世 這麼聽話 要不要叫兩聲來聽聽 旺旺 欸他個性有點糟欸 他個性很糟欸 睡著了 醒來啦 凱恩斯先生 那個 啊你想知道這個世界的事情啊 他就給我豎起這個耳朵聽 嗯 我們人族在以前就過著平凡的日子 直到五年前的某一天 南方的城市突然出現不明的黑色時空 大量的魔物從中傾斜而出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魔物入侵得太快 南方城鎮死傷慘重 北方的城市甚至還沒有意識到什麼不對勁 短短不到一個禮拜 人類幾乎全滅 只是它最北方的城鎮 就是這裡 廖少北城 也許是所有戰力集中在這裡 加上這裡離南方出現的時空裂縫非常的遠 魔物氣息十分的稀薄 我們好不容易守住了人類最後的城鎮 魔族慢慢的平息落腳在世界的各處 並在時空裂縫處 興建了大型魔王城 所以這張地圖是大家 所有所有的BOB 要一起來打魔王是不是啊 當作魔族最大最大的後盾 也有許多討伐人際有功的魔族降臨在世界各處 劃分自己的地區 OK 在收集了許多年的資料 我們擬定了一個計劃 而這個計劃需要戰士的幫忙 欸 它突然醒來了欸 其實管理局告訴我們 它會協助我們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會轉身到這裡的原因 目前我們的計劃是 攻破魔王城 並封印不斷溢出的魔物的氣息 還有時空的裂縫 斷絕了魔物氣息來源後 要討伐各種各處的魔物便會簡單許多 但魔王城似乎有特殊的結界阻擋 普通人無法進入 需要擁有全能的祝福的戰士 才能夠進到魔王城 好 接著呢 討伐什麼東西需要得到火祭祝福 所以你需要到各種各式各樣的村莊 才可以得到這些祝福 理解 理解 獲得六種祝福之後 可以得到全能的祝福 就可以進到魔王城裡面 講了這麼多 也不知道你有沒有聽懂 有啦 好像有聽懂一點點 先一步步的慢慢來吧 好 經過了一番跟好多好多NPC們講話 我終於就回到了主線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循序見景 第一步 攻下現代城 不過現代城有等級限制 喔 還有等級喔 你的等級不需要到達100等 我現在64等是不是 好 終於終於 我們可以出發了 我們可以出發了 好 那如果我要出發的話 我們走旁邊這邊有一條小路欸 其實這條小路很不明顯 我們可以走這條小路下去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出城 開始來狩獵一些怪物了 我有點忘記我的任務是什麼了 好像是要找到一些礦物啊 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但我們先去買一點補給品 再出門好了好不好 我身上好像沒有回血藥水 剛剛有BOB告訴我說 就是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界受傷的話 必須要去購買我們的藥水 啊 我們的藥水好像是在鐵匠鋪有賣的樣子 走 我們去鐵匠鋪 我大概搞懂這邊的區域的分布圖了啦 前面那個地方呢 是控制室 你可以讓你的角色啊 在走路的時候 會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效果 不過好像只有自己看得到嗎 好像是吧 其他人好像看不到的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特殊的效果在裡面 那 回復藥水呢 我們必須跟他買 一個要一百 喔 兩個要一百塊錢欸 好 我們先買一些在身上好了 買個六罐 那我身上的錢就沒有了 食物我們這邊還有八個 食物基本上只會影響我們的 只會影響我們能不能夠跑步而已 好 接著 接著 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這裡好像是出發的地方欸 這邊是上樓 這邊是下樓 我們 要出城囉 這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城鎮 出城之後不知道可不可以PVP欸 好像沒有辦法PVP 我要不要設定在城鎮裡面 不能夠PVP 可是出去的時候 玩家可以打玩家 好像有點恐怖欸 算了啦 算了啦 我怕這個遊戲職業不平衡 我剛剛沒有看告示牌就一直走 是怎樣 往右邊走可以到各個城鎮 我們就 沿著這條路 一直走 一直走 看看會不會遇到一些怪物吧 好不好 前面有人欸 是Bub在這個地方 喔喔喔 你在這裡做什麼啊 喔唷 幹嘛 喔這裡有怪物 地底人 出現了 這裡看起來沒有礦物欸 我先離開這裡好了 我先離開這裡 繼續往前走 往各個地區 他是法師 他用技能欸 欸好酷 我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別人 別人打野怪欸 別人打野怪欸 別人八呆啊 怎麼大家都是法師啊 哈哈哈哈 十個跑九個法師欸 初階狙擊手 好繼續往前走 我現在要到了現代城對不對 但是我要 我要練等 這遊戲需要練等 然後你才能夠 你升等之後你才能夠 話說我可以走到外面嗎 這邊有插火嗎 可以欸 我以為他是擋起來的 沒有 我有野怪欸 雪地報名 吃我一劍 喔 你會看到你造成多少傷害欸 喔 經驗值 他是需要農怪的欸 我想我可以組隊欸 這遊戲好像可以組隊的樣子欸 走走走走 我們先往上走 搞不好還可以用工會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可以做工會啊 好酷喔 好酷喔 如果 如果沒有 小囉囉 如果沒有的話 喔 我打到武器欸 我打到寶了 欸好痛 好痛 打不到 好爛 鞋箭是什麼爛東西啊 攻擊力加領他沒有攻擊力 喔 對布死族造成了額外的傷害 可是他沒有 等級需求300 我打到寶物 但是我卻沒有辦法使用 因為他有等級需求 不然你沒有辦法裝備 欸很酷欸 好這邊 我繼續往下走 這是多深啊 這是多深啊 我要不要喝口水啊 我很擔心欸 我現在一個人來冒險 雖然伺服器裡面 大堆BOB 但是 好 這邊 喔 採集場 我是不是要到採集場 這邊是前往各個村莊 我們到採集場好了 喔 這個水結冰了欸 好 我們在上面跑 速度還蠻快的 這把武器感覺很強欸 兩條路 走哪一條啊 這邊一條跟這邊一條 走這條看看好了 這裡 這裡上來之後是 喔 採集場往這個方向走 採集場往這個方向走 好酷喔 大家可以一起攻略這個伺服器欸 攻略這款遊戲 很好玩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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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 好不好各位 75塊錢 預備 手要飲料 你就可以加入會員 然後有好多好多好多 額外的小福利 然後 有人 有人升級了 從菜鳥轉集成 新人 那如果大家 沒有口口可以加入會員的話 也不用擔心 影片的話呢 也還是會照常想跟我 過往13年來 一樣 就是都不會斷坑 這是洞窟是不是啊 地窖 走走看這裡 對 都不會斷坑 一直以來都是免費的可以讓大家看 然後 我們的直播呢 大家可以開小鈴鐺 直播也都是免費的 但如果你想要看到直播紀錄的話 你可能一些我開台的時間 怕錯過的話 地窖雜兵 可以給我你們手上的十字鎬嗎 我沒有十字鎬 喔 地窖長老 我需要喝口水 右鍵 沒有辦法使用 Q Q使用 敵人好強喔 我需不需要穿 各位 我穿個帽子好了 地窖長老欸 他是持續補血 他有沒有掉那個啊 又是地窖長老 地窖長老很兇 可不可以掉十字鎬給我啊 哇 我的傷害其實不錯高欸 很危險 喔 地窖長老走很快欸 我需要裝備 我需要裝備 喔 小隻幾家 我有一些口口了是不是 我是要走這裡嗎 喔 喔不行 死定 完蛋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喔 好危險 沒有十字鎬啊 剛剛不是一下就掉了 喔 好痛 等一下再喝水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武器 有沒有 呀 我覺得要喝水 這個水是怎麼樣 喔 30秒內回12點血 喔 他是持續型的啦 我的裝備是要打 地窖雜兵嗎 喔 這很強欸 地窖長老 幸好我還在回血 好再打完這一波 要是沒有的話 我問問BOB們 十字鎬要去哪裡打好了 欸咻 欸咻 好 他們叫做地窖雜兵對不對 果然在伺服器上面就是要請教一些高手 請問 十字 啊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好危險的 我被包圍了欸 我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好了各位 他們的 我可以暴擊嗎 暴擊好像沒什麼路用 傷害好像是固定的 我被困在這裡了 我先離開 我先離開一下好了 各位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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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問一下 這好像 在洞窟裡面冒險 然後走出來就會遇到其他的冒險者欸 請問一下 十字鎬 是打 什麼 怪物 欸好酷 好有冒險的感覺喔 哈哈哈哈 是這個洞窟你的嗎 是這個 洞窟的嗎 嘿咻 嘿咻 後面 再更後面是不是啊 裡面的洞窟 這個啊 這個洞窟是不是啊 後面的洞窟 哪一個洞窟啊 再更後面是不是 OK 所以這裡不會掉 3Q3Q 欸 很讚欸 很讚欸 嘿嘿嘿嘿嘿 好走 呃這裡是 通往哪裡啊 地窟 所以 銀行很容易斷腿欸 我們要到洞窟的採集場 好 跟Bob們去冒險好了 跟Bob們去冒險 剛剛都是我一個人 很多人走 應該 應該不會這麼恐怖吧 呵呵 應該不會這麼恐怖吧 好我們吃個食物 再繼續往 更深更深的洞窟走 我的水剛剛已經喝了兩罐了 現在剩下 四罐 喔真的很深欸 這是要走去哪裡啊 那種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欸 喔這裡很危險欸 這裡濕濕濕的一片 現在是要走到更深的地方去喔 喔過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喔原來過頭了 所以是在 後面這個地方 喔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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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告示牌啦 上面寫說 洞窟採集場往這個方向走 好 跟著 Bob們 帶我去打怪 欸真的好像線上遊戲喔 呵呵 真的好像線上遊戲喔 呵呵 啊有沒有補師啊 我覺得這遊戲好像少的補師欸 對不對 走走走走走 喔我在路上遇到一個 打野團欸 嘿嘿嘿嘿嘿嘿嘿 好酷喔 好走 應該就是正前方那個洞窟了吧 對不對 應該就是正前方那個洞窟了 感覺起來開光影會變得更酷欸 喔 有新的Bob加入我們了 大家有看到嗎 新的Bob加入了 好了 這是一個水連洞欸 洞窟採集場 應該是這個方向 喔 我覺得我需要補血了 我覺得我需要補血了 好多人一起衝喔 OKOK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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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感覺有點危險欸 洞窟守衛者 是要打這些傢伙嗎 還是要再往個裡面喔 我這感覺有點危險欸 恢復藥 我這想打洞窟守衛者 十隻的啊 十五隻 我需要打十五隻 好痛喔 我其實蠻痛的欸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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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很痛 等等等等 有任務 OK 我打這個 打十五隻 怎麼打啊 才造成 一點傷害 這很強欸 我覺得可能要更強一點才有辦法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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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湯倒 不要被湯倒 喔 很危險欸 不能搶別人的怪 我不能搶別人怪 我在拉打 我在拉打 我現在要拉打 現在要拉打 好危險喔 再一隻 幾隻了五隻了 還差十隻 還差十隻 欸欸欸 待待待待待 喔喔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啊各位 再來 喔喔喔 可以一刀一隻 沒問題 我還蠻強的 我還蠻強的 好痛痛痛痛痛 燒傷燒傷 燒傷必須往後撤 海鱈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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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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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啊啊啊啊 啊啊 no 我要回來啦 好強喔 Ugh 喔缺了兩隻 最後一件 任務完成 好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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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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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燒傷 補血補血補血 OK 剩下一罐了剩下一罐了 哈哈哈 OKOK好 走我們下樓去 我們下樓去 哈哈哈哈 자 新手一個人的話感覺起來很難 荒廢中 具有危險性 很難 嚇死我了 魔化的礦工 完全沒看到這個傢伙 我以為他是爸爸 我現在70等 繼續往下走 這裡是 踩石場 我以為是怪物 後面啦 小心 各位小心 這邊有重炮 然後 他們在這邊挖礦 搞不好是這些傢伙會掉喔 這傢伙搞不好會掉 攻擊攻擊攻擊 有沒有掉啊有沒有掉啊 好像沒掉了 這經驗值蠻多的耶 差點蠻多隻的 大家可以卡一個位置 好我卡在這裡好了 OKOK 我卡在這裡 看看可不可以打到十字鎬 所以新手要的十字鎬 還不能夠用買的 還要用掉的喔 其實蠻辛苦的 其實蠻辛苦的 小心喔 小心喔 他們在用法術的聲音 為什麼大家都有十字鎬啊 啊 吊石是搞了 有了有了 好耶 好耶 可以挖礦可以挖礦了 我現在需要的是 好像要好多個這個 我都忘記了耶 糟了我忘記我需要多少煤炭的耶 怎麼辦啊 這邊的煤炭會自動生出來 怎麼講話走音啊 會自動生出來嗎 好像會耶 好像會耶 所以在這個伺服器 如果我加入交易系統的話 大家搞不好可以 搞不好可以教一些 他們要的東西 為什麼那麼多人失寵民宅啊 我有十字鎬 喔 這十字鎬會壞掉的耶 他是會壞掉的十字鎬耶 所以 用壞了之後 喔 不 我給他有點忘記 我需要多少個人 我們先 挖個 20個好了 所以 斷掉之後 你就要再去打比較好的十字鎬 才有辦法繼續挖礦 是嗎 而且感覺在這邊挖礦很危險耶 旁邊的殭屍 動不動就直接封你 馬上需要 煤炭跟 煤炭跟什麼動動啊 煤炭跟鐵對不對 你看大家都在刷 大家都在刷 法師好強喔 反正這魔力是需要 CD回復是不是啊 他們的攻擊力就是可以遠遠的poke 然後敵人都poke不到他們 像我們這些戰士 真的是很 可能耶 真的是很可能耶 好挖了幾個啦 再挖兩個 希望他不是25個 是二... 有人被NPC殺死了 被NPC殺死是什麼意思喔 這遊戲可以幹掉NPC喔 好 我們的水全部喝完了 然後你不知道為什麼要過來 走開啦 好我們再去挖 這個是什麼 大家 喔大家都把這邊的鐵全部採光了 那我去 這個是什麼 看一下一下 這個是 欸 平滑石頭 好像需要一些 我有接到這個任務對不對 那上面這邊是鑽石 鑽石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採鑽石 對吧 除非有更好的鎬子才有辦法採鑽石 好 理解理解理解 所以鑽石現在目前沒有辦法採集 兩塊石頭 這個需要多少啊 一樣挖個25個起來好了 他在旁邊打怪 幸好 幸好有人在那邊打怪 我們就... 我們就不需要 我們就不需要在那邊坦 坦怪物的傷害了 好的 謝謝謝謝謝謝各位 有人打到十字鎬了 旁邊那邊還有煤炭可以挖 我得忘記這需要多少個欸 我得忘... 他又給我第二把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他幫我打到了欸 所以你可以幫... 喔 大家可以幫...啊 大家可以幫助 幫...你可以... 親朋好友一起來 然後...然後你們可以一起一起刷一些裝備 然後互相幫忙 不知道可不可以開四集欸 我是要去研究一下插件好了 這個插件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來開一個... Bob們可以自己開一個四集好不好 我們這邊... 七個了 我們可以看到我... 我現在有什麼任務嗎 不行 有點可惜 話說... 這個是什麼啊 我剛剛看到抽獎 抽獎是什麼 抽獎 嗯... 喔要連接到官網才能夠抽獎 好 那...晚一點吧 喔這裡面還有更...更恐怖的地方欸 喔...拉夫 拉夫...我來幫你 狂暴拉夫 需要三個喔好痛 喔... 一個狂暴拉夫 拉夫需要三個 他好聰明喔 他在上面 他是遊俠是不是 兩個 我來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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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再一個 有了嗎 我來打一個拉夫 可以幫我打拉夫嗎 喔... 喔... 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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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我解到了 謝謝 走了回家回家 欸... 我們可不可以今天傳送回去啊 會掉...會掉等級嗎 揍吧 拉夫 欸... 等級不會掉 然後呢... 我採了好多好多平滑石頭跟煤炭 因為我忘記我們總共需要多少 是你嗎 收集的食材 10個...20... 喔才有60個 阿不就幸好我才有64 有了 8400塊錢很多欸 那煤炭是你嗎 你不是煤炭 你是煤炭嗎 你是煤炭 煤炭要40個 喔剛剛好 水啦 好了我現在80等了 還缺一些等級欸 還缺一些等級欸 然後我剛剛好像打到 打到一件新的裝備 可是是我不能夠穿 喔...鬥士的裝備 300等的時候可以穿 我現在才80等欸 喔這遊戲是需要那種 慢慢玩慢慢玩慢慢玩的那一種 欸很有趣欸 喔... 我剛剛有打敗拉夫 是你嗎 喔... 打敗拉夫的時候就已經那個了喔 就已經拿到...拿到那個... 拿到經驗等...等級了是不是 好像是欸 好像是欸 嘿嘿 好啦好啦 今天的阿神RPG伺服器 差不多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種有趣 欸特別特別的影片 應該是不會在拍第二集了吧 就是跟大家爆喝康 由我們現在這個伺服器正在運行著 是24小時的喔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加入我們的會員 跟Bob們一起玩吧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別忘了給他留下一個... 達到的喜歡 讓我知道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 咖啡 先不要轉台 有多少Bob們是看到最後的 想必 看到最後的大家 一定都是很喜歡minecraft 廣告時間 2022年的minecraft 夏日夏令營 快要開始報名囉 在4月29號的時候 你呢 可以在今天這部影片的底下 看到詳細的連結 什麼是minecraft夏令營呢 minecraft夏令營呢 是由尖端出版社 還有mpw他們兩個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推出來的活動 我呢也會擔任其中一天的來賓 然後在過程中啊 他會用很聰明的方式 教你怎麼在minecraft中 建造非常非常漂亮的建築 還有一起互相合作 還有特殊專有的地圖 跟pvp一大堆有的沒有好玩的東西 所以今年夏天要是你 如果有空的話 在今天影片的正下方 會有詳細的連結 我今年夏天 期待予你相見喔